我们做生意哈 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钱能赚什么样人的钱不能赚我们才能把生意做好 如果说今天 什么样钱我们都挣我给你讲大家一定挣不到大钱而且还会惹一顿的什么麻烦 我觉得美容院一定有三种客户是一定不能挣的来第1种叫做 没有钱的人的钱 我们有句话叫做美容院叫做挣有钱人的零花钱 不挣什么穷人的生活费 我们不是说瞧不起 穷人哈姐妹们 而是因为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他一个月工资3000去掉车贷房贷以后他可能只剩下1000块钱 如果你留他500块钱的方案你觉得他对这500块钱的期待值高不高 太高了 而我们很难给到他这种期待值 就会给我们加些什么差的口碑 所以我们见过很多人就是 做完了项目以后还有推卡的 所以我说 我们不要去为难 没有钱的人 我们也不要为难自己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点就是 没有评判标准的人 那其实 什么叫做没有评判标准哈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他会认为说 有些东西就是装修得很好啊 然后很话里胡哨啊 那就好 然后呢 电很大的就要好 一定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美容院评判 什么叫好 第一是专业知识 这个老师他真的懂得多不多 对 这个顾问懂不懂得多 第二是他的效果 就是 拿效果跟什么专业知识说话 而不是 拿所谓的什么 你家有一台13万的面诊仪 对不对 你家就专业 一定不是让的 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行业 但是他很有钱 他都愿意投资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说 你的客户他的评判标准是以 电大 我就那个觉得他好 电小我就觉得你不好 人家家有好仪器就好 人家家没有好仪器 对啊 就不是好 我觉得这种客户就是 对啊 可以服务 但不要深究 宁愿大家不要挣这种钱 因为这种人很容易坏口碑 我觉得第3个就是 不尊重美容师 极其的 态度恶劣 我是极其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在17年的时候我手里有几个大客户 就是 还蛮有钱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客户 姓王 然后 他 呃在我门店做项目 这个项链 你知道吗 就是他 把它摘了吗 因为做面部加 这个颈部吗 结果项链就不见了 你懂吗 他就 我非要说是我美容师 偷走的 所以他从骨子里就瞧不起 我美容师 你知道吗 最后 这个项链是在哪里发现 他的项链是因为 他自己在拿的时候可能是拿着手里然后你拿包里然后 这个项链就掉到包里了你懂吗 后来我就把这个客户的卡干嘛 退掉了 因为我觉得 对于我美容师他其实是 心里什么 很委屈 我觉得作为老板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保护我们的员工 就我觉得 美容师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被尊重的因为他们是靠手艺吃饭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技术人靠手艺吃饭都不 被得到尊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我们只有尊重我们的员工 我们才能够把生意做好所以我是 从来不挣不尊重美容师的 这种人的钱 不管你再有钱我都不挣 这个时候你老板 你要告诉你的美容师的你在我这个平台上 我除了能给你收入以外我还能保护你 这也是我给大家建议哈 所以我觉得这三种人钱是我绝对不会挣的 你哪怕当下挣了你也挣不久的 得云 我才能给大家变好